海地总理亨利才走出教堂随即枪声大作 现场随护第一时间压低总理的身体 拿物品掩护赶紧把总理送上车避难 但此刻枪响还是一声接一声朝车队开枪 这段行刺总理的惊险画面发生在新年元旦 当时海地总理正在这间教堂参加独立纪念日活动 把时间往回推总理一行人 其实早在教堂内就听到外头有枪声 当时坐在最前排的总理和其他官员一度没反应 直到最后发现事态不妙 一群人包含现场媒体记者才开始惊慌逃离 而这也是去年7月海地总统摩依氏遇刺身亡后 又有武装分子锁定领导人暗杀 幸好总理亨利惊险权躲过一劫 不过海地总统摩依氏遇刺案 到现在还是扑朔迷离 行凶动机指向跟贩毒集团有关 纽约时报报导摩依氏身前 疑似握有镇伤大佬的贩毒名单 还想交给美国才惹来杀身之祸 不过巴纳玛最近又逮捕一名涉案的哥伦比亚籍男子 至于这次针对总理亨利的暗杀 当地媒体报导有一名保安人员在枪战中死亡 当局则发布通缉令全力弃捕凶手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